海洋 當然海洋有問題的時候 你自己作為一個玩海人 你就會想做點事 她叫Helion 是一個風箏沖浪的愛好者 因為小時候住長洲 認識了泥根 所以學會玩風範和風箏沖浪 一開始是我十五歲左右 因為我叔叔和泥根縮中 看到這個新泳運動 他就說你去學吧 人就站在板上 然後把板或風箏吃到風箏 一直向前推動 Kate Serving 其實你是很快得到那種快感 因為它是有一種速度 除了運動之後 你還在大自然的環境裏 是令人覺得很舒暢 其實一直都很瘋狂 因為其實玩風箏 這個運動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運動 不是你想做就可以去做的事情 是要有風才可以去做 當你有的時候 你就立刻好像 就算我把所有要做的事 我先去捉住這陣風箏 通常有人問我 你今天做甚麼 我先看看風箏 我看你吹甚麼風 我告訴你我做甚麼 所以我就搬來大嶼山 基本上這個是比較經常性可以玩到的地方 我選擇一個工作 其實都是比較彈性一點 可以容許我這樣 去自己安排自己的時間表 我要晚上工作的 日後我留下 有風的時候 我又可以出海 好像根叔經常說 有風洗盡力 有風你就去 你玩的時候 你出了去 你就自己一個人在外面 很多事情你會覺得 你用自己的方式去解決 有時你會知道 你出了去之後 因為風、浪 完全是一個 你不可以控制的環境 我都會覺得 我們要很尊重這個自然 因為其實 當大自然要毀滅你的時候 其實是 簡直是這樣的事情 當然 因為我自己去享用這個海洋 我當然想海洋乾淨一點 你去游泳的時候 你都不會覺得很噁心 因為你達完山 其實你向上 你望高 你會看到一些山 好像很漂亮 很詩情畫意 然後你一看下去 海洋 你覺得很多飄浮起來 覺得真的很噁心 因為每一次西蘭峰 是珠江河口的垃圾 是這樣拉過去那邊的 是簡直很誇張 我們一幫外風衝浪的人 大家走在一起 就可以做一個 叫做投款活動 我們就設定了一個 定的路線 看看你可以做到多遠 或者做到多少的時候 你就去籌款 籌款 籌到的錢 我們放回海洋那裡 可以做一個基金 用到這筆錢 可以再發明多些 保育海洋的東西 其實可以創造多些 解決方式 可以一直延續下去 所以我們不會做到 是不是很喜歡 我們要繼續增加 可以做到 我們要做才行 還要做 那些東西 可以做到 我們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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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做